记者徐一平台北报道,豪宅买器逐步拨云渐日,理财刊物出版董作,上桂升级股董作分班前买进。 根据内政部实价网最新揭露资讯,知名豪宅西华富邦及敦兰书院居有最新成交资讯, 其中先探理财顾问董事长,财讯董事苏昆玉砸下近两亿买进前者24楼, 升华董事长胡定吴则砸2.54亿元买进后者五楼。 今年24月,光是大安、信义、松山及中山等传统精华区, 单户总价过亿豪宅累计成交金额至少20亿元, 包括上市建商新复发建设总裁夫人、财讯董事苏昆玉 以及升华科董事长胡定吴都选在此时出手。 现已房屋不动产且严实专案经理曾静德表示, 这波股市上涨,与内资相关的贵买指数也写下近年新高, 代表台股的专业投资人也收入丰厚, 反映在房市则见到豪宅市场议员交易回温, 可能有些资金开始转进房市。 根据内政府实价网最新揭露资讯, 2月, 胡定吴以两一五千四百二十六万元买进敦南书院五楼, 评数约247.45平, 包括四车位, 约55.06平, 扣除车位评数于总价一千三百七十八万元, 拆算每平单价近一百二十五万元, 为该豪宅社区实价揭露以来的最低单价四月十, 顶顺发投资砸下一亿九千六百三十三万元, 买进西华富邦二十四楼其中一户, 评数约131.15平, 包括二车位, 约22.92平, 扣除车位评数于总价三百四十万元, 拆算每平单价约一百七十八点二七万元, 相较预售时, 同样评数, 车位的二十三, 二十五楼, 总价格为两亿两千一百六十八万, 两亿两千三百九十七万元, 四月成交的二十四楼, 总价便宜两千五百万至两千八百万元, 进一步查询商业司公司资料查询系统, 该法人董事长为苏昆玉, 同时也具有财讯出版社 以及先探理财顾问董事长一职的身份, 此外,大安区知名豪宅和平大院三楼也有最新揭露资讯, 四月,三楼揭露总价位移一七千四百五十万元, 屏数约一百六十三点二四平, 包括三机械车位, 约二十四点三平, 扣除车位屏数于总价四百万元, 拆算每平单价近一百二十三万元, 据悉,该户为地主自售, 也因为是相较低的楼层, 房产业者认为有定毛的效果, 由美地产起言是赵吉人叶利民表示, 今年确实是较利于豪宅买方的时机, 除了房价下修有机会逢低承接, 去年年中掉降豪宅税率与房屋标准单价, 更是减少了持有成本, 豪宅税率从原本一路段率, 改为固定比率, 以及将房屋标准单价也从原本一次大涨到位, 改为分六年掉涨, 至少具有弹性的空间。